土团党总秘书韩沙在努丁遭首相伊斯麦沙比里放飞机 除了临时取消原定于周四的会面 更拒绝让土团党人选出任副首相职的要求 消息指出 这一举动引起国盟领导层的极度不满 并可能会撤销对首相伊斯麦的支持 据新报报道 一名土团党消息人士说 昨天的会议被视为向首相施压以履行 与土团党主席慕尤丁之间的协议所做的最后努力 消息人士称 国盟决定派代表会见首相 包括土团党秘书长韩沙在努丁 最高理事阿兹敏阿里 一党副主席阿末沈苏里 及总秘书达基尤丁 据悉 土团党最高理事会于周二二日召开会议 他们普遍同意 如果无法说服首相任命赴魁 则由国盟决定是否退出政府 以向伊斯麦拒绝履行该协议作出抗议 据报道 韩沙在努丁在会议结束后发表了简短的声明 土团党对首相缺乏决心和承诺 执行该协议表示不满及情绪高昂 因为该党获得承诺副首相一旨 该协议还提到伊斯麦沙比里必须在解散国会前 咨询土团党领袖 而土团党主席慕尤丁据说对自己必须堕落到 从新闻报道上了解事态发展 感到遗憾 据了解 土团党周二二日召开的最高理事会会议 普遍同意 如果首相依然雇我 国盟就会退出政府 此外 阿兹敏被指在上述会议后 突然退出土团党WhatsApp群组 让该党领袖震惊 阿兹敏拒绝就此事做出回应 只说他坚持本身在上月表明的立场 政府处于正轨 且人会支持政府领导 据悉 土团党将召开政治局会议 讨论下一步行动 土团党宣传主任拿督旺赛夫 是在早前证实伊斯麦 在最后一分钟取消会面 他也嘲讽 由祖莱达领导的全民党 申请加入国阵 是向这个由巫统领导的联盟下跪 他今日在记者会上说 包括公正党前党员 如祖莱达 孙伟轩和钟绍云在内的 全民党党员 似乎在不同联盟之间穿梭 在西蒙的时候 他们是公正党党员 之后他们跳槽至国盟 现在他们再度为了全力 向国阵下跪 非常遗憾 但祝他们好运 至于前首相敦马哈迪 在昨日成立了祖国运动的马来人联合阵线 旺塞夫不认为 该阵线能撼动国阵 国盟或西蒙 他形容 该阵线只是一群较小的马来政党组合 但会进一步分散选票 而不利于国盟 寻集国盟是否会与祖国运动阵线合作 他表示 还言之过早 随着土团党正考虑撤回 对现任政府支持的消息传出后 武卿团长阿斯拉夫便挑战土团党 迅速按下按钮 阿斯拉夫今天在脸书帖子中说 国盟施压要按下按钮 因为不满副首相和其他部长职务被忽视了 什么时候要按 别等太久 联邦直辖区祖国斗争 党主席拿督斯里凯鲁丁认为 西蒙主席拿督斯里安华 批评前首相马哈迪 组织新联盟 等同责怪公正党前主席拿督斯里旺阿兹沙 马哈迪昨日宣布成立马来阵线 遭安华泼冷水 并指马哈迪若真要捍卫马来穆斯林 在执政的22个月期间就可以做了 凯鲁丁说旺阿兹沙在马哈迪西蒙 执政22个月期间担任副首相 安华说马哈迪失败了 这也说明他的妻子和西蒙的所有马来领袖也是失败的 包括他自己作为西蒙政党的领袖 凯鲁丁在声明中表示 安华是一个情绪化的政治人物 因为他嫉妒马哈迪的能力 尤其是马哈迪一直受人民所敬仰 安华在担任副首相时 为马来人做了什么 他从未留下任何政治遗产 只要安华还在政坛的一天 就会有政治动荡 不过他赞扬马哈迪 不仅受全世界的瞩目 至今也仍是全世界马来人成功的象征 在马哈迪领导的黄金时期 马来人的福利得到很好的照顾 当他领导国家时 马来人的尊严更是处于最高水平 行动党主席林冠英说 兵议会悬空两个公正党席位 让人们见证政治青蛙的灭亡 林冠英建议 兵州议会召开紧急特别会议 已决定两名被开除党籍的前公正党议员 其席位的命运 他今日在文稿说 联邦法院是于周三做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 确认了兵州在2012年制定的反跳槽 法是有效的 并推翻了1992年最高法院在诺丁沙列案的先例判决 他指出 根据2012年修正的 兵州宪法第14A条文规定 周议员若以政党候选人出征并赢得选战 却在当选后辞职 或被开除党籍而不再是相关政党的党员 则需撤出其一席 他披露 第14A条文将排除两名土团党议员 几百弹区州议员卡利梅达和直落八项区州议员 阻击菲里 他们虽然使用了公正党的标志竞选 但却是以土团党成员的身份出征 然而 两名前公正党议员 他们应背叛公正党而被开除 已不再是该党党员 因此符合了第14A条文的规定 由于联邦宪法的新修正案仍未献报 联邦法院的裁决 实际上意味着第14A条文具有法律效力 适用于两名前公正党州议员身上 所有追求廉洁政治的人 势必会欢迎联邦法院的这一新裁决 因为他能够将机会主义者去除 还给人民干净的政治 这些机会主义者为了官职和个人利益 可以不惜背叛人民的委托 从一个政党跳槽到另一个政党去 他说 兵州人民希望看到这个新法 得到历史性的执行 以见证政治青蛙的消亡